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所以也基於這個緣故的話 我就說我們來介紹一下蘇格拉底 因為我覺得蘇格拉底是 不單純是西洋哲學的一個 真正的始祖 而且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找到了探求真理的方法 就是對話 經過對話形成辯證 經過對話形成辯證 我跟大家講這個基本上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像我們兩個聊天 人叫什麼名字 我什麼名字 然後你什麼系 我什麼系 然後你知道我什麼系嗎?你這個系 然後你今天住在這邊幹嘛?我來上課 然後你有沒有做錯教師?沒有 就是這樣 那這種對話沒用 為什麼?因為這個都是factual 沒有analysis 只有事實 你是什麼What are you doing? 我做這個不重要 那對話是講什麼呢? 就是要有個題目 比如說你是不是知道你為什麼要來受教育 比如我替你回答好了 免得你耽誤大家時間 不習慣 還是說我就這樣問你 替我回答 我替你回答 就是說我為什麼要受教育就是 我認為受教育比比如受教育好 那我說那你為什麼要來台大受教育 那我認為台大比其他大學好 對不起 這有很多師大、台科大的人 舉例子 吃到台大都好 大家都好 那我認為台大好 那我說你覺得台大好在哪裡? 好了 那他就要說 台大好的原因是因為他比其他的學校自由 這大家很喜歡講的答案 然後我就要說了 聽你說你看著我 等到你忍不住人家講說 老師你不要再亂講了啦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在挑動你的情緒 對不對 然後講說台大自由 我說你認為自由就足以證明 台大比別的學校好嗎? 是不是因為台大比較自由 你說對 台大比較自由 所以台大比別的學校好 而自由是好壞大學判準之一 或是全部 那我說那請問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判斷 比較自由跟比較不自由的標準 那你就要講了 說比較自由的標準是 第一 我們校規可以違反 我們學生還可以造反 我們這個老師可以罵對不對 然後我們校長可以批評 這個都是自由的 那我說校規可以違反 然後這個學校可以造反 然後可以罵老師 可以批評校長 就比較自由嗎? 你覺得這樣是會不會比較自由? 這樣是不是比較自由? 這樣可能是的確比較自由 但是自由沒有限度嗎? 可以亂罵人嗎? 你為什麼不去罵你爸爸呢? 然後講說不行 我罵我爸爸 罵我爸爸就斷了經緣 那以後後繼無力 無以為生 那講說你罵老師可以嗎? 你可以罵任何人嗎? 好像不行 那如果說不行的話 那哪個學校可以呢? 沒有學校可以 那他們不都一樣嗎? 都不自由啊 他說都自由 不都一樣嗎? 校規內 可以違反校規嗎? 對不對 你可以放 你可以放炸彈嗎? 不可以 對不對 你可以在學校做這個做那個嗎? 說我可以在學校宣揚台獨 非常好 師大不可以嗎? 台課大不可以嗎? 人家台獨 人家馬上武力在台獨 比你更猛 有沒有比較自由? 沒有 那比較弱智 對啊 那弱智跟自由完全無關啊 對不對? 這就是你心裡的想法吧? 是不是你心裡的想法 是 你看他點頭了 好累喔 上你們課 真的是 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我們討論的結果討論了個半天 我認得他 所以我不會問他問題 所以說我們說明的結果討論個半天以後 我們得出一個什麼樣的結論呢? 我們沒有得出什麼答案 我們原來一開始是說為什麼要來台大 台大比較好 因為台大比較自由 後來討論結果變成自由的定義 就發覺自由沒辦法被定義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得到一個最大的收穫是 所有我們在對話的過程中 一直環繞一個主題 跟我們一開始前面講你哪一系 你幹什麼 你來上什麼課 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一直不斷地深入下去 所以假如你強調講說 老師 我下禮拜你還坐這裡 我就想起來 老師 我想起來了 我們定義自由的方法不能夠靠 效不效規 批不批評人 罵不罵人 不是 這不是重點 我們自由的感覺是一種感覺 我們要感覺上的話 當人家要限制你的時候 我們沒有限制 當人家不限制你的時候 我們自己知道該做什麼 比如說你提出比較好 然後我再繼續否定你的定義 這種是柏拉圖式的對話 這種是柏拉圖對話錄裡面記錄的內容 而其中的來源 方法的應用是蘇格拉底的方法 就是這種否定的方法 就是你講任何東西我都在否定 或者我講任何東西你都在否定 這種的話對話當中真正能夠達到真理的 就是否定 指出別人的錯誤 指出別人說因為你很認真 你又認錯 你不一定認輸吧 所以說這種叫蘇格拉底的對話 就是我們現在要介紹蘇格拉底跟懷疑論的一個 基本的態度 這非常非常真實 而且我們在整個西洋哲學界都認為否定的方法 它最大的效果就是指出別人的錯誤的同時 讓很認真的人在認錯的過程中 懂得如何追求真理 所以說同學們可以了解 我講的每一件事情 我們有助教在那邊可以問 絕對是最佳詮釋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Socrates 絕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當場在大家面前做了一套 我自己單口相聲 自問自答 自己否認 然後還有一個人一臉 我解釋一下 就一臉很幸福的樣子 幸福 不是happiness的幸福 是convinced he was very much convinced 我跟他講說這是不是你的意思 他想一想說是的 所以這個就很難得 就我很感謝這個同學就是說 因為我碰到很多很刁鑽的同學講說 不是就不是 我就不喜歡來 這就真的就不一樣 那沒辦法上課了 所以說我要強調的就這個重點 這是我自己拍的 我每一年夏天都會到希臘去上課 我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稱蘇格拉底的哲學是懷疑論的代表 所以同學們一定要回去後 要Google一下這裡面的內容 記住 我們的課不是很輕鬆說 聽完老師表演以後就沒事 我一直不斷地要你們讀書 而且我昨天上課跟今天上課 我都是提供英文資料 我認為大家在台大讀書有通識教育的機會 英文一定要好 英文一定要好 一定要下功夫 不要說是我只會數學 我不會英文 我只會白話文 我不會文言文 不要這樣子 台大學生不要有這種觀念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就台大學生一定要告訴人家說 我可以做平民 但是我要超越一等 脫穎而出不難 這個大家一定要有了解 就是說一定要費功夫去讀書 不要說老師沒有盯著你讀書 我就對讀書沒興趣了 那這種人沒有必要到這種學校 有講求自由的學校來 對不對 如果你自己對自己沒有約制力 你來自由學校 你不是害了自己嗎 這裡的話 這裡既是天堂也是地獄 對不對 因為你擁有自由的同時 你不會善用自由 我早便不是在說大家 而是要告訴大家 要透過加強自己的能力 來增加自己理解的可能 空間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這是最有名的一句話 你在所有的Google一打這句話 他一定告訴你說出自於柏拉圖對話錄裡面的一篇辯護篇 Apology 是蘇格拉底在他辯護自己 蘇格拉底為什麼有名你知道嗎? 蘇格拉底在古希臘雅典城裡面 跟所有的公民對話 跟年輕人的男性對話 跟各式各樣的階級的人對話 引發公憤 居然在公憤 因為他談話的內容當中 批評了古希臘雅典社會的政治、宗教、教育跟道德 就是批評 像我這樣上課一樣 就是對什麼事情都是嘲弄一番 然後不負責任 講完就算了 下課了 很多古希臘人受不了 認為你侮辱我們雅典人 就像我現在有些人認為你侮辱我們台灣人一樣 所以就判刑 判他有罪 他居然真的被判死刑 而且還服毒自殺 所以說這個 他的對哲學界來講 就像對基督教來講 只有耶穌可以比尼 或者蘇格拉底可以比尼耶穌這個地位 另外的話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do not know anything 這個我今年夏天在希臘 我這個去希臘教希臘哲學給有錢的中國人聽 就錄下來了 非常好 感覺非常好 而且我建議大家穿一套戲服 一個T恤 這個戲服這個大陣就叫做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一句話 這個Nida Oti 這個 Oiden Ida 就是Nida 就是我唯一知道的 這個Oti 就是這個Oiden 就是沒有Ida Ida就是知道的意思 就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就這句話 然後我跟他們解釋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我唯一知道的東西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 就我們穿了當戲服 當我們的隊服 我們到了戴爾菲的神廟當中 在這個路上碰到很多希臘人都非常非常驚訝 這個什麼中國人現在這麼有水準 就是跑到希臘來學希臘哲學 然後有我在那邊介紹裡面的課程 我覺得那個很豐富 我覺得很豐富 我主要是在講懷疑論 跟我們課程中 那蘇格拉底他的方法就是我剛剛跟大家示範的 就是一種結問法 這種結問法它其實包含的是有三個特徵 第一個他表面上是兩個人之間針對一個題目 有一個人的話一直被問要給一個定義型的說明 然後另外那個被問的那個人被迫要回答 然後第二個問的那個人其實早就準備好要否定他講的任何答案 所以那個否定的話是任何答案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重點是定義 第二個重點是否定 然後第三個重點是什麼呢? 第三個重點是你們 就是說我們兩個人在對話的時候 其實真正在聽的是你們 真正有感覺的是講說 你們感覺上會有三種不同的想法 第一個 那傢伙怎麼搞的 就沒有話語權了 就被老師帶著走 不爽 年輕人都不爽 第二種的話講說老師回答本身就有邏輯錯誤 他怎麼沒有辦法快速的掌握這個要領呢? 不習慣 第一天上課還沒搞清楚 你去學哪一系的? 數學系 剛好 數學系講話最慢的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剛好 你永遠要坐在這裡 我每個月付你錢 太棒了 就是說到時候你們就知道 慢慢就知道數學系的要領對哲學課來講幫助太大 然後第三個時候同學們講說 老師根本就是用語言壓迫他 老師講話速度好快 然後他一個字也沒講 老師問他說你同不同意 然後他一點頭老師說你看吧 然後繼續講 不公平 不公平 這種對話的話沒有益處 但是真正享受到的是你們 原來有一種對話 他是可以以定義為出發點 然後不斷地否定別人的定義 而同時是講給周遭的人聽的 老師並沒有說 我們兩個之間 我們兩個是演給大家 講起來就是我一個人在演 你們只看到他的背影 但是也演得很好 因為他永遠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要的 是不是這種情況 不過以後你慢慢就習慣 這個就是蘇格拉底要的效果 你去讀全世界最偉大的哲學著作 就是柏拉圖的對話錄 32篇 你帶皮包的話 原來是學生時候帶Coach 後來稍微有點錢帶路易飛動 最後當了富二代老婆的時候 你帶的是艾瑪斯 你在台大一讀書的時候 你原來是讀村上春書 後來的話稍微讀一點什麼 什麼John Strowmeyer On Liberty 什麼John Rawls 最後你讀到柏拉圖的對話錄 那是最高級的 最高級 讀柏拉圖的對話錄 因為它是活的 對話錄 書是活的 對不對 你讀柏拉圖對話錄 書是活的 因為你剛剛講到對話當中 我們兩個在講 然後你負責記錄 每一段話記下來 記下來 記下來 然後老師的表現怎麼樣 然後其他人的話 過了幾百年以後在讀的時候講一講 就像當場生理清清講說 其實那個人應該講這句話 他結果沒講 來 我來寫 這個書是活的 你知道嗎? 所以老師在問的時候 台大比別人學好 是不是因為他比較自由 你馬上講說不是 是因為台大資源豐富 沒有資源想辦個屁大學 對不起 沒有資源想辦什麼大學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 非常非常清楚地開始了解 然後如果說談資源 我說好 那資源的話就有好大學 是不是越有錢的國家越有好大學 像你那個卡達是不是一定有最好的大學 沙烏地阿拉伯是不是有最好的大學 這對呀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錢可以使鬼推磨 連鬼都能夠教書了 那人還不是教得更好 所以有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參與 所以說這個是大家看我又不講了 所以對話的魔力 不管怎麼講 對話有一種啟蒙的功能 這個是我稱之為魔力 這種啟蒙的功能 這種對話 Dialog Dialog的話就是對話 Dialog就是兩個logos 兩個language 可是辯證叫Dialectics Dialectics 那個lac Lactics是來自於希臘字的lactum 複數是lacta Lactum的意思是 一句話讓它有意義的元素叫lactum 所以Dialectics是兩個人在交換這個話 有意義的元素 所以大家才會產生啟蒙的功能 哲學裡頭要的對話是這種對話 同學們可以稍微去體會一下 就是說當你閱讀哲學的時候 你自己就本身engage一個對話的過程 所以說這個對話特別在這裡 好 我們現在回到skepsis skepsis就是持續調查 持續調查的首要關鍵就是要能夠發問 發問就是要能夠懷疑 能夠懷疑的主要原因 就是你已經有一個系統性的理解 你才能夠懷疑 否則你現在學了高中的東西 大家像我以前 我們以前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高中 你們現在高中不讀三民主義 我們以前讀三民主義 他要求你不要懷疑 但是有三民主義的時代是非常好的 你知道嗎? 因為每一個人都充滿了懷疑精神 那很容易被懷疑的 你現在物理、化學、數學 你高中讀了 你怎麼懷疑? 可能性是零 對不對?你怎麼可能懷疑數學 雖然你在數學系讀書 對不對?很難 但是你讀的歷史跟地理很容易懷疑 比如說我以前讀的是東北九省 現在變成東北三省 到底哪一個真的、哪一個假的 你懂一點歷史你就可以懷疑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以前的時候最大的科目 最有效的、對我個人而言 最有用的科目是三民主義 從每一句話都可以被懷疑 練習了懷疑的精神 聽起來很好笑對不對? 但我講的是實話 我講的是實話 就是說 但你現在的話 如果高中的基本學歷的話很強 所以你知道嗎? 大家一直有個問題 在國外就有很明顯的問題 為什麼國外的大學學費很貴? 因為你可以不要讀 你基本學歷夠了 像以前的英國的首相John Major 他沒讀過大學 沒讀過大學照樣當首相 為什麼? 他基本學歷都已經完全充分了 你把高中的所有物理化學、生物數學 再加上什麼人文、什麼社會的全部學完了 夠了 當首相夠 你來大學 你如果來大學沒有學會懷疑論 沒有學會懷疑的精神 沒有辦法提出問題 沒有辦法做批判 你根本就在浪費時間 你就等這張文憑好了 你根本能夠教你什麼東西 我自己教了這麼多年書 我對我自己都開始懷疑了 那不要說你們了 對不對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我是講實話給你聽 我這個實話是留下歷史證明的 對不對 因為有這個影像在這邊 幾百年後都會存在 好 所以說蘇格拉底不但以對話的方式 持續調查真理 還認為如果人生不進行持續調查的話 這沒有獲得美麗人生的可能性 這句話要大家去了解它的意境 為什麼持續調查、持續懷疑 是人生比較豐富 其實很多人已經慢慢感覺得出來 天生我才必有大用 像比如說你是真試進來的還是考進來的? 真試 原來在高中就數理班的吧 對 我幫你回答 然後在真試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感覺到 真是你的委員構成任何挑戰吧 是比試 比試 數學系的比試 這個比試是這個written exam 不是這個look down upon的那個比試 沒話講 比試就不用說話了 你進數學系以前有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沒有 沒有 我相信沒有 因為他們數學系的老師絕大多數也都社交障礙 差不多啊 有的時候 我們系上有一個 有一次我看他 我們系上有一個 但如果你對哲學系熟就知道了 有的時候 就這個也是哲學問題 就他見我面就很緊張 你怎麼啦 就說任何老師都靠你了 然後後來我講說你怎麼都說不出話來 後來有一次碰到他太太 我說這個我們在一起講話都我在講 他都沒講話 你不知道 有一次我跟他說他們這個數學系第一名 奧林匹亞的德國銀牌的 所以他們在一起做一桌數學系的吃飯 然後我老公是當時吃飯唯一有講話的人 其他那一桌都沒有講話 我說那天啊 那吃飯不講話 那來幹嘛 那就吃飯了 我的天啊 那跟吃便當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我很難想像吃飯不講話 像我吃飯寧可不吃飯一定要講話 法國人習慣 好啦 就這個感覺 這個不是 這個大家知道 為什麼懷疑論可以促進一個美滿的人生 我必須強調 我剛剛跟大家明明有浪費時間 數學是純形式知識 formalized knowledge 人家講說有一個澳洲的農場的一個主人 很想要解決一個數學問題 說我這個農場這個面積最多可以養多少隻羊 人家講說那請個數學家來告訴你 最多可以養多少隻羊 結果數學家來講的第一句話 他說算了 算了 不要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數學家來講說 讓我們假設每個羊長得跟球一樣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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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這個純形式知識 純形式知識它永遠是對的 我告訴你 人家數學家了不起 我們一般人內心很焦慮 很焦慮 為什麼呢? 你不知道是對是錯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談過戀愛 看一個女生我看得印象很好 不曉得對還錯 覺得這個是存在主義式的問題 所以英文裡面有個字叫commit 叫commitment commit的動詞只能用在兩件事情上 一個是自殺 另外一個是結婚 對一個婚約的commitment跟一個自殺 commit a life suicide 就這兩個字 後來一開始我不能理解 後來發覺真的有道理 自殺跟結婚不曉得哪個比較差 就確實有這個感覺 但是因為你生命當中你做的決定 你都永遠不知道對還是錯 對不對 但人家數學家沒這個問題 人家數學家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那個整個apotexis 那個inference當中錯就錯 對就對 非常清楚 只是推理的當中 你能不能夠做更高深的假設如此而已 沒有什麼在整個推理的過程 請注意 因為數學是從公理經過推理達到定理 你把中間推理那段拿出來 推理本身不會錯 所以數學家從來沒有出錯的可能 他多說無意 對不對 那我們一般人講的話的話很多 那要說出什麼話有可能出錯 或從口出 對不對 這個你少說一句人家又不會以為你是啞巴 對不對 等等等等的話 所以大家長期來講就覺得說說話的人 好像沒有用處 那數學家特別厲害 尤其是應用數學家變成工程師 哇 牛逼 太厲害了 應用數學家那不得了 對不對 遇到山 挖隧道 遇到海 填起來 厲害 用數學計算 說計算結果是100年不會出事 100年以後 95年我們換個新的 大家覺得厲害 數學家就敢講這種話 你哲學家敢講嗎 你敢講嗎 你講誰會信 你說1000年不會變 我們只能夠講2500年不會變的道理 你要講100年以後 我們沒有一個道理不會變的 所以也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美滿人生的開創 靠的是數學還是靠的語言 你覺得是數學的棘手 美滿人生的開創靠的是數學 你應該支持一下 美滿人生的開創靠的是數學的棘手 你不要 你不要回頭看 回頭看 回頭看就沒有人投票了啦 對 應該不是 他代表大家回答了 你講大聲一點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絕對不是 所以說數學是給你一個人帶來美滿人生 對大家其他人帶來痛苦人生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我不多說了 要讓大家瞭解 這是正面的人生哲學 所以說如果不能夠對信念展開調查的話 等於是接受了一個虛假人生 我們先強調我們有三種人生 數學人生是少副分 2000個人裡面有一個 你知道嗎 我曾經在我們系上請來過一個英國的哲學家 他名字很奇怪 他剛好叫Bird 鳥教授 有名 名有名 非常有名 他是Oxford的教授 他是2000個人當中一個 他自己整個下午 我跟他講說下午的session你不用來了 因為他們英文講的你也聽不懂 而且那個內容當中也 他們講邏輯嘛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他說沒有 沒關係 我看一下 然後我看一下發覺 哇 所有的邏輯論文一拿出來 他把裡面的邏輯公司拿出來一整理 自己在裡面推的演算 他非常enjoy這種推理的過程 我打得尤中佩服 那麼第二種人生的話就是一般的人生 就是以而傳而假的當成真的 真的當成假的 無所謂的 還有一種就是蘇格拉底斯的人生 就是很積極地面對正面 所以說只有接受檢驗的生命 才是一個值得活的生命 所以我一開始講的就這句話 所以人生有三種選擇 一種是天賦的 很有天賦的 但沒辦法 所以你勉強教一個數學不好的人 去讀台大數學系 你作弊 授你讀 你不敢讀的啦 真的不敢讀的啦 你就是任何 我跟你講 一般的科技大學根本不敢成立數學系啦 因為一聽那個名字嚇死了 寧可成立哲學系也不要搞數學系啦 你哲學系可以胡扯嘛 數學系你怎麼胡扯 還有另外一種人 就是無所謂 什麼都無所謂的 這種人也無所謂啦 還有一種就是哲學的人生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在分類上就是分類三種 懷疑論是一種極具正面意義的人生哲學 懷疑論是一種就是說你笑了一下為什麼 你覺得本來是覺得很負面的嘛 對 現在覺得很正面了 瞭解吧 我沒有亂講嘛 這個 那麼這個就是 也就是懷疑論的起點跟終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真正要從事懷疑論的這個思考 是為了追求美滿的人生 因為那個態度上來講 同學慢慢可以體會一下這個意思的感覺 很多人去在追求人生的意境上去信了佛學 常常會講捨得捨得 有捨就有得 那麼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是覺得說人生其實要追求一個均衡 可是我覺得懷疑論態度更積極 懷疑論態度就是說先承認我是有限的 然後再用一種很更為積極的態度 來追求知識是可能的 這個知識有可能追求 比如說我們在大學當中 我剛剛下課的時候利用了時間 跟幾個同學在一起討論說 來大學要幹嘛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本來是我不應該發言的 因為大家已經搞大學搞了好久了 現在突然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具體了 說我們來大學是為了讓學校排名更前面嗎? 這大家就覺得很困惑了 然後我們來大學的目的是為了要就業更容易嗎? 大家可能更困惑 來大學的目的是從事學術研究嗎? 大家嚇一跳你知道嗎? 學術研究很可憐 非常可憐因為我最近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講說 年金改革不能改到大學教授 不是因為我是大學教授說不能改 因為你想想看一個大學教授要選出來 他一生要歷經多少機會成本啊? 對不對? 你中小學老師修個教育學分 你們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當中小學老師 看機會各顯神通 台大的機會比一般人當中小學老師機會多得很 照樣你年金 可是你當大學教授你首先你出國留學 出國留學如果你讀了理工的 工科的未必有講義經 你讀理科的話你做實驗當一輩子高級奴工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讀文史哲的話誰給你錢? 你自己家裡要花一筆錢 你出去讀了時間幾年? 8年、9年、10年 我自己讀了10幾年 對不對?這個成本 然後回來以後過五關斬六將 還不一定有工作啊 還不要說是回收了 通通沒有了 一旦能夠拿到年金的機會就少之又少 國家有最優秀的人要冒這麼大的風險 結果居然還沒機會 那國家人才要幹嘛? 你說台大能夠把這個文學院什麼刪掉嗎? 刪掉不成了科技大學 那變成台科大 人家已經有台科大了 你要合併到人家那邊去嗎? 你懂嗎? 這個問題就 所以說大學本身來講要存在的 這個問題其實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你一定要告訴同學們一件事情 你從事學術生命是你做人的基本義務 不管你在不在學校 不管你讀不讀書 大學教育只是加強你這個信念 對不對? 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認知才能夠進一步的發展 否則現在搞大學的目的大家就很茫然 對不對? 因為這幾天剛好就是有關於排名的問題 所以說未經調查的信念集 因為他們產生的行動 這個就構成了錯誤 往往這些錯誤涉及好壞對錯的判斷 讓我們在這種觀念上行為上產生了很多的衝突 產生了很多衝突 所以說你必須要面對 我再強調一遍 必須要積極而且樂觀的態度 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 意見不同 為各持己見提出論證 做法跟經驗證明自己是對的 那這些不同的想法當然要被檢驗 這個是我們在講蘇格拉底的哲學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他強調的一個重點就在這裡 那麼結果就是蘇格拉底的觀點 理性就是否定每一個問題所產生的判斷 然後持續調查 所以說大家會注意到 因為這件事情很不一樣 哲學的對話跟調查 對於一般人來講是很不習慣的 因為你做人做事都是當相怨舒服 對不對 你要違反別人的想法很難 說句良心話 我有的時候覺得 我當老師的稍微指責一下學生 學生的表情都很難看 稍微指責一下 有時候我當爸爸的稍微指責一下孩子 沒有高興過 順著講要錢這裡都有 都很高興 這個確實是要給別人的答案 提供一個否定的答案 太難了 太難了 要否定別人 太難了 當相怨誰都會 做一個受人愛戴的老師 學生永遠100分 但是你學生長大以後會發覺 假如老師有奶頭的話 就把那個奶給咬掉了你知道嗎 就是把我害慘了 根本就讓我一直是覺得自己很有成績 後來發覺遇到老闆才發覺自己 根本一點能力都沒有 所以說這個我跟大家講一個很 這個很具體也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在留學的時候 因為過程並不太高興 不太舒服 被教授批評得很激烈 可是我現在回頭想起來 我一生中最大的好處 是我在一個非常嚴格的大學受教育 我在留學的時候 非常嚴格 嚴格到什麼程度呢? 那個教授對於學生的論文就是 整個就turned down 就不在乎的 哲學論文寫個幾百頁 結果被turned down 太可怕了 媽媽死了 房子賣了 什麼都沒了 學位也沒了 太可怕了 這等於是現在回想起來 所以我平常我很少聊到這個留學細節 這個太可怕 現在想起來都餘悸有存 晚上睡覺 前幾天還睡覺夢到一次 嚇壞了 就是真的嚇壞了 因為這個不管多努力都 但是我過了 我過了關了 我拿了學位回來 後來發覺沒有經過這種困難考驗的人 跟我根本不能比 根本不能比 有很多人以為就寫個論文寫完了 我說你會 你講講看你寫什麼東西 講不清楚 我是從頭到尾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說對於人家的要求 但是我現在為什麼會感受到我的教授 給我的訓練好 因為我被他否定 我很認真 然後被他否定 然後他講說你不改 你不要畢業 我只好改 改的過程當中我發覺我真的有錯 所以我進步了 我告訴大家 你要學習的時候 比如說你寫了一篇好文章 拿給五個老師看 ABCDE A到D老師都說寫得好 如傳之筆寫下金氏之奇聞 95分 只有E老師就是我 是給你40分 請問你最重視哪一個人的成績 用你的感覺來講 你最重視哪一個人的成績 為什麼不重視A到D呢 給你95分 這老師哇 求生 你哪一系的 原藝 你這個原藝做得太棒了 這個人就長得像原藝 都好 都好 太好了 都誇獎你 然後只有E老師說給你40分 那你自己說其他老師 其他老師給你90分講 廢物 看都沒看 你不敢不給我高分 可是對E老師你很驚訝 他怎麼會否定我呢 他難道知道我在混嗎 我沒有混 我很認真 為什麼別的老師肯定我這個 所以你會去找的時候 你不會去找95分 你會找40分的 你甚至一開始講說老師 你說你為什麼給我這麼低的分 如果老師講不出理由 你會當場給他一個巴掌 如果老師一講完以後 你馬上羞愧難當 覺得自己行騙多年 終於被發現了 被否定的印象是永生難忘的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power of negation 不得了 所以你在對話過程當中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不一樣的想法 又能夠說服你這種人是恩師 管他在幹嘛的 對不對 要否定 所以我常常做這種實驗 你知道 每一次我就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的學生 因為絕大多數人都在拍年輕人馬屁 說年輕人好 幹得好 什麼的 要革命 天天革命 有可能這樣幹嗎? 所以說這個情況就很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power of negation就是 所以說蘇格拉底的懷疑論精神就是 持續針對所有的問題尋找真理 同時否定所有人提出來的判斷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建構蘇格拉底懷疑論的四點 第一個 沒有經過檢驗的生命不值得火 這我已經說過了 第二個 原則性的規範是存在的 客觀真理是存在的 那麼而且適用於所有的人不受時空限制 那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要知道客觀真理存在 這件事情是個很重要的信念 比如說 比如說我講一個最近比較 幾件比較敏感的議題 大家會認為 讀中文只要能夠表達意思就好 我這樣講 我把文言文跟白話文的問題擴大來看 讀英文就是能夠表達意見就好 可是同學你知道嗎? 為什麼任何語文的表達有高深的跟淺顯的 比如說你讀書的時候 你考托福跟考GRE的智慧就不一樣 對不對? 這你們都知道的 那因為你學語文的時候 你如果學了高深的語言 你自然就會淺俗的語言 你如果只會淺俗的語言 你沒辦法upgrade你自己的成績 是不是這個道理? 是不是道理? 比如說你要用你的成語表達的時候 你古文讀得多 你在古文中隨便挑出一兩句 只要四字六句成句的 那就是通俗的成語 但是你白話文讀久的話 你沒辦法提升你自己本身的意見 我覺得這是一個學習上的對自我的要求 這個其實是因人而異 讓大家自己來 只是你的教材中的提供 我覺得老師可以覺得按照自己的情況 你教材中都有 後來老師如果一教台大的學生說不行 你非給我下功夫 比如說你要準備考台大的話 那有一些人的話他讀的是 他說老師我沒有那麼大的意願 我這是沒有勇氣去說我不要讀大學而已 那你當然就簡單一點 這是因人而異的事情 這個不是一個整體的一個標準 但是他的客觀原則是我前面講的 比如說我跟各位同學講 你萬萬要記住 有一次我在學校開會的時候講 很多人講說如果說這個英簡中高級的出事過不了 不能畢業這件事情要修改掉 我說不要講修改掉 不要動不動就修改掉 一定要讓他們覺得痛 一定要讓他們覺得說要下功夫 學習就是要下功夫 這是客觀道理 沒有人說輕鬆學習 永遠學著這個小貓叫小狗跳 然後一直學這種英文學到大學畢業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一定要堅持 但是沒有人會堅持 為什麼 得罪年輕人 年輕人說我玩都來不及了還學什麼 都這種心情 但是我們的學生不要這樣想 這是客觀道理存在 就是說吃的苦中苦 要學習東西 要不學也無所謂 不學無所謂 我現在強調重點 不學無所謂 但是不要到台大來 不學無所謂 不要到台大來搞這一套 這就是我認為的 我就是學苦就能夠吃苦 說我不想吃苦 但是我要台大畢業 不要來這一套 違反客觀真理 數學系除外 數學系除外 因為它天生的 數學系除外 其他的人說我不要學 然後我就要想 尤其是英文教育 像你們數學系英文會好的人 我很懷疑 如果是有按照這種態度 我很懷疑 那不下功夫怎麼學 怎麼學語言 我講的 中文都學不來了 還學英文了 你站在這個年齡 你打著台大畢業的招牌 你英文講不清楚 你好意思說你台大畢業的嗎 你好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客觀真理存在 我講的是這個道理 就是說要檢現 想要過著幸福的時候 必須檢驗某些人的不義 自我批判以及錯誤的目標 總之這個原則就是否定錯誤 我把這個立場說得這樣 如果同學要講說老師不一定 我照樣很輕鬆 結果學習非常成功 我沒見過 我沒見過 我看過那種所有那種 那種網路上教學的話 其中一個最大的關鍵是 他永遠沒辦法深化 機器人教學 他沒辦法深化 為什麼 機器人不會說你學不好了 啪一個巴掌打過來 機器人不會打人 有這種程式也不對 而且這種機器人亂打人也危險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知道 有客觀標準 我再強調一遍 我不是說不能夠快樂學習可以 但是你不要到台大來 一個好學校就是有要求很高的標準 說不用努力就想要什麼的 混一混就畢業了 不要來這一套 不可能 我學過三種語言你知道嗎 學語言的過程當中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但是學完以後感覺非常爽 為什麼 你只要比人家早一步先下功夫 接下來的話你就做收成果 知道的人越少你越爽 對不對 如果大家像我在北地上讀書 人人都會好多種語言 就沒什麼成就感可言 在這裡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告訴同學說 懷疑論在這個當中 是藉著變成一個積極樂觀的學習 當然 講這種話當然有同學就開始不爽了 就是說我從頭到尾都很快樂 一直讀最好的學校也沒費很多功夫 同學張開眼睛看一看 什麼叫做世界 我昨天上活用哲學跟同學講 搬出一大堆英文本要讀 Economist要讀 BBC World Service要讀 網站要聽要讀 為什麼 台大學生嘛 所以我都不要讀 轉學嘛 很多學校不要求 對不對 不要在這邊勉強 講這個話得罪人 老師你什麼東西 你跟我講這種話要我轉學 你可以不轉學 繼續待下去 但是關鍵是這個實話 做老師的要說出來 對不對 快樂學習 快樂學習的話 你不要跟你們周遭比 跟全世界比 有一個觀點我很不認同 大家說台灣的人才都跑到外國工作了 有本領的人才去外國工作 英文要好才能夠到外國工作 對不對 說全部留在這邊的話來幹嘛 搞學運 反課綱 那管什麼用呢 這個是我講的實話 不是不一定實話 大家可以懷疑 看我講有沒有道理 大家可以想一想 說不定我錯了 所以說真理在每一個人心中 這件事情 這個真理有很多種含義 每個人心中像我都有一種對真理的認知 我有我的認知 你有你的認知 你如果不說出來 你的真理的認知永遠只有那個 apodexis的那個感覺 數學的那個推理的感覺 這種推理的感覺完全屬於個人的 沒有價值 有一種感覺 還要配合辯證的能力 把它說出來 這就有價值 比如說我剛剛強調 我剛剛強調我講的觀點 有些人不認同 有些人不認同 有些人很認同 我剛剛甚至講另外一個觀點 我根本上就反對高中生人文 社會科系的概念 雖然我在那邊教了七、八年 為什麼我反對 我認為高中生的教育跟大學教育本質上的不一樣 怎麼可以用這種社會科學的方式來做銜接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這個我自己心中的感覺 但是如果我不說出來 永遠在那邊偷偷摸摸地把所有上過這個科學營的人扣五分 那這個跟這個當間諜有什麼不一樣 這不神經病了嗎 那我說出來以後就有人講了 老師 我的觀點跟你不一樣 我認為高中生的話就是跟大學 我們現在高中跟大學是一樣的 我們也選修學分什麼都一樣 我們也追求創意 我們也準備做學術人 好啊 堅持下去 做學術人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什麼 人文社會科學的 不是數學物理的 那這個這是我自己的認知 所以我也不例外 我也把我心理的想法提出來跟大家一起來做檢討 這個 所以說每一個人 所以說雖然沒有人可以教 但是我們要宣稱是教師的哲學家 可以透過發問的方式 讓對話的人知道什麼是思想與對的行為 我們就我剛剛就做了一個示範 我只要強調一個重點 你每一個人心中都知道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客觀的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認知標準 如果你非常enjoy這種 像這無有美欲 藏於思 代價而孤知這種 不要讓別人知道 就是我自己獨自擁有的話 如果你enjoy這種感覺 fine keep this for yourself 但是有一天你一拿出來別人完全不認同的時候 你不要哭 你不要難過 因為你根本沒有跟別人溝通過 但如果說你能夠有這個機會說出來 然後跟別人公開的討論 辯論 論證 那這個機會就很不一樣 這個機會就很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不屬於個人的 別人認知的 在這個說法上來講 所以說用結問的方式展開了對話 逼迫人展開批判跟檢驗 這個其實有一點違背人情 違背常理 尤其是違背我們這種沉默是金的社會 所以我有的時候會發覺 這個去外國受教育最大的差別 就是發問能力的差別 我在那個University of Scranton教過書 我在那邊教過兩個禮拜書 我去教科學哲學 我本來在台大主要是教科學哲學 我第一次上課 他們一堂課只有50分鐘 上完就沒了 我花了時間準備了投影片 講了40分鐘 後來10分鐘問 Any question? 一問完 不得了 嚇我一跳 全班舉手你知道嗎? 美國人 哇 嚇一跳 然後我隨便問一個人 一個人講說 Why it was very good but I didn't understand the single word of it 我一天嚇了一跳 不曉得該怎麼隨便呼嚨了一下 下課 下課我一直在想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第二天上課 50分鐘 我心裡想豁出去了 我就一句話 Science i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which collects the all sense data 就這一句話 然後any question? 整個討論 50分鐘又快 又好玩 又有趣 又有得發揮 我所有想講的東西都講完了 原來我要準備的東西 講得痛苦的鑰匙 還要看 看一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現在這一次完全是表達 學生也高興 我也高興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大學的教育應該是這樣子 大學教育應該是這樣子 老師的目的是回答 會刺激學生發問 而不是講一套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的認知 那看同學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好 那麼這個對話的過程 回答 信念 質疑 辯論 理性的東西 所以蘇格拉底所面對的問題是這樣 人人自以為擁有知識 所以沒有人想像他人學習 那對話內容的理解來自於諷刺的風格 這個諷刺風格就ironic 就是說你覺得你知道 那你真的知道嗎? 比如說我剛剛問到這個同學 說你是認為台大好的原因是因為他自由 你真的知道好大學的定義嗎? 比如說這樣子 慢慢經過一問的話就好像不對 你就換另外一個定義 好像又變成資源 資源如果資源很多的話 那就能夠辦到好大學好像也不對 然後以前沒有資源的時候 也可以辦好好的大學 所以就幾個這樣子 慢慢慢慢你就會發覺說 沒有辦法單獨的給一個定義 然後這種諷刺的感覺 然後逼迫對話人承認無知 這個是蘇格拉底做的事情 那我不是 這是一種行動 這是一種行動的方式 就是了解到懷疑論的一個精神 那否定這個觀念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成為哲學的方法 否定讓人受到刺激 所以如果我說出來的話 永遠受到褒獎 吹捧 沒有人否定的話 那麼我會感覺到致滿 那會感覺到致滿 那所以我可以告訴同學這樣子 那麼這些人 所以我在這一張投影片 我就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蘇格拉底會被判死刑 因為當有一個人 他一生都是以讓別人感到挫折跟錯誤的時候 作為蘇格拉底自稱為會遮人的牛淫 他主要任務就是把別人的錯誤給揭發出來 我們現在來理解這個事情 不要把它當成一個人 而是把它當成一個自己對自己監督的工作 並不是要你去得罪人 而是要告訴你自己要用相同的態度 作為自己的監督自己思想上的人 我們在通識教育這個課當中要學什麼? 我們要學出一種有效的方法 讓自己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進步 我問一下在座同學 你在大學讀書當中還懂得自我鞭策、自我學習 的這種能力的人應該就不多了 為什麼? 因為大學一方面講求自由 老師上課後就走 然後準備考試 然後另外一方面的話 你自己學的東西 這些東西真的是你要的嗎? 真的是你要學的東西 比如說你學原藝 你學這個財經 這個東西原來就是真的要的嗎? 有些人說這個其實不是我要的 有些人說這個是我要的 但是當初你在要他的時候 你的理解是正確的嗎? 是一連串的問題 就是要需要大家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是要告訴大家舉一個例子 蘇格拉底堅持說真話 死意不足矩 那麼堅持真理 不怕得罪人 所以我要講到他的這個辯護篇裡面的主要的內容 其實蘇格拉底的對話錄是 在彰顯真理的過程中很簡單 就是用了邏輯裡面的是不是矛盾的這個基本概念 是不是矛盾 比如說我說我是怨舉證 後來我又說我不是怨舉證 大家一聽馬上直覺上會覺得不對了 矛盾了 所以說我們這個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那這種事情的話 矛盾的事情很容易讓人家覺得說他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一個錯誤 排除這個錯誤就是接近真理的一個具體的方法 所以說這個在這個態度當中 蘇格拉底就是要做他的求真的價值 那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我們要刻意的 我強調這個刻意這兩個字 刻意的對於一些聽起來言之成理的話 進行深刻的檢驗 所以說的話其實哲學家做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努力求錯 追求錯誤 很認真的 然後也要以認真的態度認錯 所以說我強調 但我有這個習慣 我很相信這一套東西 有的同學現在第一次聽可能不相信 會覺得說求錯 因為我昨天提到類似的觀念 有個同學跟我講 他說老師你這個哲學我太難理解 他說我整個受教育的過程就是不要出錯 那你現在變成說鼓勵我努力求錯 那差距太大 你這個是不是矛盾 那我說我這個問題留給你自己做判斷 我要問你說你害怕出錯 好 還是不害怕出錯 好 你自己想一想 他說過了一個鐘頭後來跟我講 他說老師我如果不害怕出錯 我覺得我很自由 很舒服 可是他很難做到 我害怕出錯 因為已經被制約習慣了 我害怕出錯的時候 我不要講話 我不要做事 我低下頭來 我做最後一排 都可以解決我有可能出錯的辦法 所以我長期來就活得像一個 沒有人看見的一個人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子非常好 我說你真的喜歡這樣子嗎 他說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說那你就這樣子吧 但是我說你到了有一天的話 你有機會的時候跟你擦肩而過 你不要難過 他說我不要 我不要 我什麼都不要 我說那好 你就記住 你什麼都不要 其實我講完這個話 我覺得我答錯了 我覺得就教一個學生做廢物 我覺得我不應該 後來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自己好好想想 因為我們下禮拜還會再見面 我們就有機會就慢慢想到 所以我覺得說我錯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錯在我應該告訴學生 我們不應該認為自己因為害怕錯誤而真的不會犯錯 我們不要這樣認為 害怕錯誤並不代表你真的不會犯錯 為什麼? 因為人是有限的存有者 他一定會犯錯 所以說事實上我們看得清楚 這是批判理性者的態度 批判理性者的態度就是認真認錯 就是這種態度 我想請問一下 在電話影片裡面都有出現很多像信念的東西 像比方說蘇格拉底不是說 一個未懷疑神人不值得我嗎? 那這件信念的話我們可不可以去懷疑他? 那可是不懷疑他又會知道 我剛剛針對這個問題特別回答過 就是說蘇格拉底的觀點 它是有一種理性的力量作為理解我們生命的價值 的這個方式 一開始你回頭看就知道 另外有一種真正的懷疑論的 作為立場的就會出現 就是說用理性的力量作為教條是不是適當的 那你對於這個問題我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一個沒有經過檢驗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的這一句話的那個檢驗不是一個定義 而是一個行動 一個行動 所以我們經常一直不斷地說 透過行動我們才產生理解 就是你要講說 如果一個不檢驗的生命不值得活 這句話當成教條的話 那就變成檢驗的生命 這個其實也是沒用的 你不要倒過來這樣講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也就是說你做這個行動 就變成你活著就是沒有用 或者活著跟不活著都是沒有用 或都是有用 這個行動不是我們在語言上可以定義的 檢驗生命是一個 就是哲學者相信一個理性的力量 認為說有理性力量可以進一步發展 這個是蘇格拉底跟柏拉圖所產生的一個立場 所以他們被我歸成為懷疑論者 是懷疑生命要持續地不斷被檢驗 而不是拿懷疑論當成一個基本立場 你懂嗎 你這兩種立場你不能夠混在一起 因為有一種人講說我現在是懷疑論者 所以我懷疑一切懷疑的東西 所以只要你認為說懷疑一切東西都可以被懷疑 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被懷疑 所以有些東西我不應該懷疑 這是懷疑論的立場 但是蘇格拉底跟柏拉圖 他們是一個基本上的人生態度 被我歸類為懷疑論 是這個差別 所以說這個點謝謝你提的問題很好 讓同學們了解 同學大概都會了解這個立場 如果說你把懷疑論當成一個立場 你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好 你的問題是 我問你就是 然後你今天上課的時候 比如說講到蘇格拉底的那個辯論方法 就是他要先提出一個類似信念的東西 然後進行結吻嗎 可是你剛才前面提到就是 像如果問說你什麼戲劇或是什麼 那個是不能歸類在這個問題裡面 可是他是像一個信念 例如說什麼你覺得學校怎樣算比較好 那如果這個信念是有辦法被定義嗎? 他是一個價值觀或是立場或是什麼東西 好 這個同學問得很好 我剛剛這部分講得稍微快一點 就是說我跟這個蘇格拉圖同學在對話的時候 我先前講說有一種對話是沒有意義的 他問的都是事實 比如說你什麼戲的 你現在來上什麼課 你是誰 叫什麼名字 住在哪裡 這種問題的話 為什麼他沒有哲學意義 當然他有意義沒有哲學意義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哲學只看在乎於你有沒有講出你的立場 這個我們叫做論證 論辯 去除你的立場 可是這個立場的話 比如說當我問到說你為什麼來台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要問他說你給我 你人現在坐在台大 你有幾千幾萬種無限多的理由 但是你要講當我問為什麼 Why you are coming here 那麼這個關鍵一提出來的時候 他要提供一個理由 他這個理由要能夠回答我的問題 然後我接著的話 然後比如說因為台大好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好 你會用到好 請你幫我定義一下什麼叫好大學 那這個時候 所以我剛剛講說我是從跟他先談到定義 然後再否定他的定義 然後接著我把所有我們對話的過程 講給大家聽 那這個大家一聽的話 每一個人就是會做三件事 第一個 認為老師的定義對的 或認為老師定義是不對的 然後另外第三個 我們根本把問題搞錯了 你有自己的想法 這個叫做教育 教你們學習思考 所以說哲學教育的話 是藉由懷疑讓你去思考 是這個意思 那跟前面講的那個觀念是不一樣的 這個跟同學稍微釐清一下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有說就是未經檢驗的生命不值得守護 那既然如此我們是應該 手中解讀這個生命會比較好呢? 未經檢驗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然後他說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就 自殺是不是最快樂的 他就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哲學家有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 叫John Straub-Mill John Straub-Mill 寫Unliberty 你查Unliberty的作者 Unliberty的作者 很有名的 他說人有兩種生活的方式 一個是做痛苦的蘇格拉底 還有一個是做快樂的豬 那你要選擇哪一種? 那我們上課的話 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自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不要自殺了 那你可以選擇做快樂的豬有什麼不好的? 誰跟你講說一定要做痛苦的蘇格拉底 你是這個問題嗎? 那豬很快樂啊 比如說賺了錢以後 過了跟豬一樣的生活 光吃光睡也蠻好的 還可以運動 對不對? 很好啊 我不覺得 我請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人生的選擇沒有道德上的壓力 更沒有道德上的義務 說我剛跟大家強調 我並沒有給大家壓力說 說我不要痛苦的學習 我要快樂的學習 然後我英文就要永遠小貓叫小狗跳的方式 我說可以 記住我先說可以 然後說不要來台大 這個邏輯叫分開的 就是說你學校 你一個國家總是要有精英型的大學 而且我這話還補了一句說 你如果不同意你就舉手 說我不同意 我認為所有人學習都應該快樂 管你在不在台大都沒關係 這個我就不要繼續講 但是他講的問題是說 我不會認為說一定要去檢驗你的生命 你這樣子活得才值得 這樣才對 這樣才好 這樣才高尚 不 我認為我們這個課開在通識教育裡 就是告訴你說在你的人生當中 要有一點哲學的要素如此而已 選擇還是在你手裡 懂嗎? 你不要因為我講說老實說這樣子的話 我生命不值得活的 那我並沒有覺得蘇格拉底的話一定對 而且我覺得我們現實人生當中搞不好 最讓人羨慕的人生是痛苦跟快樂能夠交叉而過 那還更好 說人家是豬就不對的了 是這樣的意思 對不對 好 各位同學你們應該是沒有什麼其他問題了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提早一點下課 因為我們剛剛也 等於是說這是第一次上課 下次我們繼續上課 好 那我們下課了